弹药引爆后 军警鹤枪实弹冲进委内瑞拉 国内最大且恶名昭彰的脱烤龙监狱 又一个炸弹引爆 当地长期由黑帮地下掌控 委内瑞拉政府出动 一万一千名军警攻坚 成功收复监狱 阿拉瓜火车是委内瑞拉 最大犯罪集团 犯罪足迹遍布 黑手甚至伸向邻国 绑架卖淫 人口贩运通通有 大量军警进驻 和好几百发子弹 但监狱里的景象 却让众人惊呆了 在黑帮控制下 脱烤龙监狱不仅能自由活动 还有游泳池 小型动物园 棒球场 银行 甚至还有夜店和酒店 现在监狱六千多名囚犯 要转移到其他监狱 布卡龙监狱 只是委内瑞拉 常觉得犯罪问题 冰山一角 实际上也是南美国家 因为政治经济 动荡的社会生活缩影 TVBS新闻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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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